两岸关系与时俱进 马锡会面水到渠成 郑外记者挤满会场 马锡会受国际瞩目 总统亲上火线报告 第一次以台湾领导人 大陆领导人的身份互动 不用原来的头衔而互称先生 这样子可以达成实质的对等于尊严 马总统要借这次会面 替未来建立机制 选前两个月抛出马锡会 也被视为牵动选情的超级变数 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 而是下一代的幸福 我们希望透过马锡会的举行 让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 能够迈出第一步 我能做的就是在我的任期内 把这个桥搭好 让不论谁当选总统 都可以很快的上桥渡河 马总统要建立两岸领导人联系机制 让未来继任者有模式可循 不过四年前 马英九也曾说 不会和大陆领导人会面 当时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当时的台湾的政要 要跟大陆领导人会面的都是在大陆 因此我说不会到大陆去 自然就不会跟他们的领导人碰面 不过这次情况不一样了 这次不是在大陆 在第三地 陆方地上橄榄枝 马总统想创造双赢 但两岸的下一步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的思维 把马席会定义为搭桥 但这桥亮相的突然 问号实在很多 马总统让现场记者问到宝 用50个QA解释疑问成果留待 人民评断 接着先参议方台北综合报道